請問你有什麼需要服務嗎 你好 我想查詢我的勞退專戶 想要看看自己去年勞退領了多少分紅 可以直接到林匯來試算 而新智勞退基金去年是大賺了4000多億 截至今年第一季也大賺了3331.1億元 收益率是達到8.22% 以目前有效賬戶1200多萬戶來計算 每日分紅是平均2.6萬元 新智勞退基金交出漂亮成績單 光是今年第一季就賺了去年收益數的近期成 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若沒出現大反轉 明年3月勞工分紅有機會分更多 不過勞保局也特別指出 每位勞工退休金繳納期間金額都不同 因此所分配到的收益也不相同 一般而已就是提早期間比較長 或是提早金額比較多 那專戶裡所累積的金額比較高 相對的在收益分配的部分呢 也會分配到比較多的一個收益 雖然分紅每年3月就入賬 但這筆勞退新智退休金 要年滿60歲才能提領 新智勞退基金績效好 相對自提勞工 分紅渴望更多甚至加倍 新智勞工退休金除了雇主 每個月提拨6%至少6%的一個退休金之外呢 勞工個人也可以另外在6%的範圍內 個人做自願的提交 那個人自願提交退休金 可以讓他專戶裡的金額可以累積的更多 本金累積的更多 那麼收益分配的部分呢 也隨著會更高 你以儲蓄的概念跟錢滾錢的觀念來看呢 當然是如果你到了60歲都還在工作 也沒有打算要退休的話 當然是繼續工作 繼續讓雇主為你的薪資外來提拨6% 那如果還能夠再加上自己的自願提拨的6% 無形中就加大了你的儲蓄以後退休金的本錢 勞退薪制上路近20年 但勞工自提率卻只有14.3% 專家分析低薪勢原因之一 勞工薪資已經不高 又要自提6% 使得可用資金變少 加上欠缺宣導 許多勞工對勞退自提不了解 再來是多數民眾認為 政府基金投資報酬率 不會比自己投資賺的錢多 在勞退這個部分 就是在提拨率這個部分 其實長久以來提拨率過低 勞工有自提的情形 這個部分其實不到15% 有人認為說就是我自己投資賺比較多 那今天交給政府來賺的話 政府的投資策略比較保守 那所以就是報酬率比較低 那要提高報酬率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在就是現在我們在勞退 基金的運作上其實可以採不同的投資類型 想要提高報酬率 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政府可以開放勞退自提自選機制 民眾自行決定投資商品 不用再擔心政府提供的保證收益 無法滿足退休生活 勞退基金的運作在自選平台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有非常完整的規劃 也談了就是有一段時間 大概有差不多將近十年的時間 可是這個自選平台一直都沒有上路 所以我覺得其實接下來真的應該好好想想看的 就會是這個自選平台要怎麼樣開放 讓勞工自己去做選擇 那會有一些就是覺得就是我希望比較高報酬率 我可以承擔風險的這樣的一個勞工 他可以選擇就是比較積極的投資標的 那這個情況底下的話 他的報酬率其實就可以提高 大家都常常在希望政府能夠開放自選自提的 這一個部分 如果還能夠自選標的的話 那你就可以更來積極的管理你的帳戶 提高你後面退休金的累積的績效 開放勞工自提自選 不但商品更貼近勞工需求 也能增加自願提拨意願 盼政府盡快開放勞退自選機制 讓國人老年退休生活有更多保障 TVBS新聞 黃冠煒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